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巴尔扎克只能吃干面包和白开水度日 但他却花了所有积蓄 用七百法郎买了一根镶着马脑石的手杖 一日 邻居来访 见巴尔扎克的餐桌上画着一个个圆圈 里面写着香肠 火腿 奶酪 牛排 而巴尔扎克却捧着一块干面包吃得正香 先生 您为什么不把买手杖的钱用来换取食物呢 我在手杖上刻了一行字 我将粉碎一切障碍 我用它鞭策自己 使我会有的鞭策的力量却不常有 巴尔扎克的小说获得成功之后呢 他却逐渐地自满起来 某日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前来拜访 先生 请您仔细看看这本作文部 然后告诉我这孩子的前途如何啊 巴尔扎克截过作文部 欲言又止 恕我直言 这孩子写字潦草 文具不通 可以断言 他将来一定没有出息 老人非常惊讶 真的吗 巴尔扎克先生 您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作家了 却连自己的笔记和小学时写的作文 都不认得了吗 巴尔扎克满脸羞愧 老师 是您啊 几十年过去了 您还保留着我的作文 感谢您 今天又为我上了深刻的一课 送走老师后 巴尔扎克搬出了曾经的手杖 抚摸上面刻的那行字 深深地感到愧疚 看来只有继续鞭策 才能让我走得更远啊 当傲慢抬头 危及你的心之时 寻找鞭策的力量便尤为重要 粉碎一切障碍不是骄傲的宣言 而是对未来的宣战